第237集 歪打正着 此时的莫小鱼完全没有注意到在自己的背后 有三个女人在看着自己的背影呢 除了吉可欣和克罗伊 还有一个白鹿 但是白鹿也没有注意到 在他的身后不远处 也有一个人在盯着他的背影 一个男人眼神阴郁 他得到的命令是把白鹿带回去 口袋里已经准备好了一支针剂 可以让白鹿在三秒内昏睡过去 睡上个二十个小时不成问题 但是此时人太多 而且白鹿的前后左右都没有空位 所以他现在很难靠近 只能是等着白鹿离开大厅再实施了 而这只是几个环节中的一环而已 他还在等待着进一步的消息 但是这个消息迟迟未到 这时啊 莫小鱼歪头向苏菲说了一句要去厕所 苏菲也想跟着去 但是被莫小鱼拒绝了 他不想让人看到自己到哪都有苏菲跟着 而且他很明白 此时的饥可心应该已经生气了 所以啊 还是收敛点吧 于是苏菲看向了克罗伊 示意呢 他陪着莫小鱼去 省得莫小鱼找不到地方 但是克罗伊还未起身呢 身边的饥可心啊 却已经抢先起身 向外走去了 克罗伊只能是朝着苏菲耸耸肩 示意自己也无能为力 走廊里 极可心几步就追上了莫小鱼 莫小鱼 你给我站住 极可心喊道 莫小鱼回头一看 才发现是极可心跟了上来 看脸色莫小鱼就知道事情不妙啊 但是这是走廊啊 如果被人发现他们在这吵架 那可就有的炒作了 所以呢 拉着极可心 朝着洗手间走去了 他们都没有注意到 此时身后的拐角处啊 有一双眼睛正在跟着他们的背影呢 这个人自然就是白鹿 哎 那个那个 我们还是先上厕所吧 行不行 我憋不住了 一紧张我就想上厕所呀 莫小鱼把极可心拉进了洗手间说道 这个洗手间呢 是一个总门 但是进去之后呢 不同方向分别是男女厕所 莫小鱼抢先向男厕走去 好趁机啊 好好想想 怎么和极可心解释 如果此时争论 势必会发生争吵 所以呢 不如先退一步 消消火气再说 极可心呢 虽然生气 但是也无可奈何 拿着自己的包进了女厕所了 她有点内疾了 但是刚刚进了一个隔间啊 就听见门外高跟鞋的声音 又进来一个女人 她也没在意啊 莫小鱼上完厕所 出来之后啊 正在洗手 发现镜子里啊 进来一个男人 但是看了看两面方向 向女厕走去 莫小鱼本想提醒她 但是这家伙走得很快 而且接下来的一幕 把莫小鱼吓了个半死 这小子居然从裤兜里 掏出了手枪 而且还把消音器 慢慢的拧上了 回头看到莫小鱼 在看她 拿着手枪 对着莫小鱼摆摆手 示意莫小鱼赶紧滚蛋 莫小鱼立马跑了出去 人水棱头都忘了关了 水声哗哗作响 此时她顾不得了 但是跑出厕所才发现 极可心不在走廊里 我靠 不是去了女厕了吧 这一想 莫小鱼脑门子 一下子就冒出冷汗了 又到了拐角处看了看 极可心确实不在 那么可以肯定 极可心去了女厕 那那个男人是谁呢 莫小鱼顾不得再多考虑了 在走廊转了一圈 能找到的家伙 就是消防箱里的灭火器 于是打开箱子 提着灭火器 又进了厕所 而此时 女厕里的局势 已经完全被这个男人掌控了 极可心在隔间里 白露还没来得及进隔间 男人站在两排隔间的中间 手枪对着白露 我想你知道我是谁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跟我走 我不会开枪 否则你知道后果的 男人说道 你觉得你能把我带走 白露笑笑问道 当然 把这个给自己注射了 男人从兜里掏出一枚针管 扔下了白露 白露抬手接住 此时啊 莫小鱼已经借着外面的水声 悄悄溜到了女侧的门口 听到了里面的对话 但是却听不懂 因为一男一女说的是英语 莫小鱼再一次体会到了 外语的重要性 虽然英语也懂一点 但是他们说的太快了 莫小鱼慢慢的探出头 男子背对着他 但这个女人呢 却是面对着他的 可是看了一眼 觉得有点眼熟 好像是在哪见过 索回去想了想 梦然间想起 这女孩不是在银塔餐厅门前 撞自己的那人吗 可是呢 没有发现极可心 此时啊 极可心刚刚如完侧 但是听到男人说话的声音 吓了一跳 就在他想要站起来时 忘了自己腋下夹着包呢 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男人的枪口 立刻对准了厕所门 并且呵斥极可心出来 极可心刚刚推开一条缝 看见男人拿着枪对着自己呢 吓得又关上了 但是此时的子弹 却扑扑两声 打在了厕所门的隔板上 极可心吓得大叫起来 莫小鱼此时 终于可以确认 极可心在厕所里了 而且呢 他也听到了扑扑的声音 于是再次探头出去 看到男子依然是背对着自己 手里的灭火器 换了换抓握的位置 使得他抓握的更加结实 他要保证一击必中 因为他没有第二次进攻的机会了 于是在男人呵斥的时候 莫小鱼悄悄地向后退了几步 尽量让自己放轻脚步 但是速度却不打折口 好在是水池的水龙头 哗哗的水声掩盖了他一部分的声音 当他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去时 手里的灭火器也飞了出去 他没时间多考虑 进门看到男子的大概位置之后 就把灭火器脱手而出 灭火器在空中翻了几个圈 朝着男子的头飞了过去 但是这男人毕竟是训练有素的特工 他一方面在准备清理 饱饭时时刻都在注意着白鹿的动静 他从白鹿的眼神里察觉到了身后的不对劲 他已经感觉到了脑后的风声 下意识地抬手去挡 莫小鱼暗叫不好 果然灭火器只是击中了他的胳膊 没有击打到脑袋 莫小鱼心想 完了 这家伙有枪 自己和极可心肯定要交代在这里 就在莫小鱼暗叫不好时 白鹿开始了动作 以最快的速度靠近了男子 抬手将手里的注射器 扎在了男人的脖子上 男子回头要反抗 手里的枪对准了白鹿 但是白鹿一伸手 死死地抓住了他的手臂 将枪口推向了一边 一声枪响后 击中了另外一排的厕所隔间 男子突然失去了反抗能力 倒在了地上 从小到大没进过女厕所的莫小鱼 第一次发现 哇 原来女厕所是这样的呀